今年6月19号,菲律宾军方部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与当地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发生了交火,造成一名军官和6名士兵的死亡。 不过,根据菲律宾军方10号公布的报告发现,这6名士兵并非是死于恐怖组织之手,而是被自己人的炮火击中身亡。 误杀事件发生在菲律宾南部苏鲁省的一个村庄内。当天,菲律宾军方的一支联合特种部队遭到了阿布沙耶夫的袭击。 在交火中,6名菲律宾特种部队士兵丧生,13名士兵受伤。 但事后调查发现,6名死亡士兵是被一枚105毫米口径榴弹炮炸死的, 而这枚榴弹炮并不属于阿布沙耶夫武装,而是由菲律宾军方自己发射的。 至于飞军的炮弹为什么会打到自己人身上,报告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 有报道说,当时这些士兵向总部请求火力支援,但他们提供了错误的地点数据,因此才导致误极发生。 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不过,菲律宾军方承认在操作上存在失误,表示将会尽量避免这类事件再次发生。 这次与飞方交火的阿布沙耶夫组织主要盘踞在位于菲律宾南部的苏鲁群岛一带, 曾参与制造一系列恐怖袭击和绑架活动。 打击这一组织是菲律宾军方在南部地区的首要任务之一,双方交火时有发生。